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35集 重逢 激动 终于进入了齐轮大赛的八强了 真的很激动啊 但是 有一股邪恶的力量 一直在阻挡着我们的前进 到底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难道和传说中那个可怕的毁灭战神有关 他的力量不但能够毁灭整个齐轮星 而且连地球也可能陷入危机 但是 无论如何 我们都会守护着大家 我们一定会找到传说中的破天神龙和绝地神龙 成为破天战神 绝地战神 打败毁灭战神道 破天神龙 绝地战神 把你的力量献给我们吧 破天战神 决定战神 FIRE 上集 齐轮女王将剩下的全部力量汇聚到烈焰身上 然后化成星光散去 巧萨 烈焰 背负起了齐轮星命运 决定和十五组 飞星组一起 前往破碎的圣剑山 找群失散同伴 和传说中的战神 烈焰 小三 十五 你们可见灵虎了吗 嗯 嗯 烈焰跟飞鹰也不见了 烈焰 飞鹰 灵虎 你们在哪 这里很可怕 不会有什么怪物吧 啊 怪物呀 别过来呀 啊 飞星 放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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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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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焰它们怎么成了怪物呀 怪物 飞心 你的胆子真不是一般的小 怪物太浓才会产生错觉嘛 就是就是 物太浓才会产生错觉 这里是什么地方 让我用定位系统确认一下 据我分析 我们正在靠近麒麟女王所说的地方 耶 目标救的也全了 太好了 我们马上就能找到战神了 快走吧 看哪儿呢 想跑 没门 哎呦 干得不错 接下来 把他们献给毁灭战神大人吧 嘿嘿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也干得不错 老大 我已经恢复了 我还打算赶去救小尘 但是看来 毁灭战神的魔爪 已伸向成何麒麟星了 太好了 怕得已恢复战斗力了 我要聚集更多麒麟射手 阻止毁灭战神的计划 阻止毁灭战神的计划 那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会有啊 不 刚刚有一个黑影 这这的一定是怪物啦 小心 不要 怪物怎么会用战轮偷袭 哎呀 好痛呀 这次埋伏我们都会是谁 谁来我们都不怕 你 召唤神枪装备 凌凤底座 净爆枪笔 准眼枪管 终极组合 爆极炼焰神枪 终极组合 百兽灵火神枪 终极组合 预防飞翼神枪 有埋伏 物太大了 看不清目标 火 好危险哪 小三 玄武 你们看 是关羽 小辰 夏丽 莱龙 影狼 狂熄 太好了 你们都没事 小三 站住 十五 怎么了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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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羽 你 你为什么攻击我们 我认识你们 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把星火种子浇出来 你 你到底怎么了 他们好像被操控了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竟然被操控了 小三 先冷静下来再想办法 我绝不要失去任何一个朋友 关羽 小辰 夏丽 你们快看清楚 是我呀 我是小三呀 这笨蛋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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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小三 他们的情况 跟我上次一样 你那样做 是不能唤醒他们的 毁灭寨神他们太可恶了 居然这样利用我的朋友 没有 要解除控制 就要像上次一样 击破蝎子 可是这次要击破三只蝎子呀 是啊 而且在浓雾 看都看都看不清如何瞄准 对我们不利 对他们同样不利 无来如何 也不能伤害到他们 嗯 浓雾最适合布置陷阱 你们听我说 在那边 我们追 哼 夏莉快过来这边 快过来 小萨 时机到了 目标锁定 fire 想偷袭 点子不错 可惜动作太慢 靠着浓雾跟石灵的掩护嘛 那就让浓雾出了它 它们在干嘛 它们的力量提升了十倍以上 石灵的力量提升了十倍 石灵 浓雾散开了 你们完全暴露了 既然能帮浓雾卷走 怎么办 战轮被黑化了 把爽萨的战轮黑化再击回提高自身攻击力量倍 他们的力量已经撞出我们的想象了 怎 怎么办 又不能射债轮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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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锁 锁定锁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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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们的战轮威力好大 好戏在后头 哼 接受蓝龙神枪最强一击吧 绝招 极兵狂龙 FIRE 绝招 绝招 重炮犀牛 FIRE 绝招 暗影鸭狼 FIRE 绝招 暗影鸭狼 FIRE 九三 快出绝招 大家记住 绝不能伤害他们 只怕被伤害的会是我们 爆发最强的力量吧 烈焰神枪 绝招 圣火炎龙 FIRE FIRE 绝招 雷迪虎王 FIRE 绝招 霹雳神音 FIRE 绝招 霹雳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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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悬崖找他们吧 小萨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飞星和十五呢 飞星 十五 我们在这儿 我们怎么上去呢 不用上去了 我猜他们会追下来 那快走吧 是分岔路 我们该走哪边呢 别犹豫了 哪边都好 听 应该是关月他们 这么快 小萨点匠点到谁就是谁 左边 左边 刚刚我听见他们的声音 他们应该就在前面 飞星 你发现了什么 这 猎爷 你没事吧 没事 只是我总觉得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 优优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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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 火 也不难对付嘛 这些怪物被射中后 会分裂成两个 这样子完蛋了 快跑 烧火啦 烧火啦 救命啊 是我 我来帮你 大家快跑 啊 该进哪一个洞口呢 哪一个都不能进 好多 我们被包围啦 啊 啊 魔鬼小战灭手啦 啊 他们似乎在排阵攻击 怎么办 直接射中他们 会得不成尸啊 那只好全力防御 抵挡这些战轮吧 啊 啊 火 火 我们都快被烧焦了 我闻到自己有焦味啦 他们不是想用战轮攻击我们 啊 是 小萨 好险 竟然利用战轮屏障偷袭我们 哦 怎么办 击中他又不行 击中他的战轮也不行 虽然不能直接手机 但是 我们可以先躲开他们 啊 怎么越来越多了 怎么办怎么办 没站走到最后一刻 不能放弃 我们还要去寻找传说中的战神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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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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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物 打 打开我呀 完了完了 他一定是饿了 我不想被吃掉啊 我肉很硬 不好吃的 不要去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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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兴 你看看 小龙 小龙 原来是一条小龙 宝宝 宝宝 禁地深渊里 威力强大的绝地神龙苏醒 关岳 小陈 夏立等人 看来惨败无遗 而禁地另外一边 小萨 烈焰 十五 飞星等人 在小龙的带领下 闯入了诡异的机关阵中 他们命运将会如何呢 敬请期待吧 大 MTV 两个人 的 三个人 小龙 小龙 江 均 小龙 我们 五 by bwd6 by bwd6